话说现在的陈坤在你心中是那个刀红一线演员 著名歌手还是霸道总裁 是第一这些都没有错呀 但从10年开始 咱们的坤少爷好像更注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行者 这不近日 咱们少爷就在北京放了一场这四年的行走回顾展 为了给好哥们打气 夏宇 陈国富 孙缅老爷子是一个不辣的 为好朋友站台打气 之前咱们少爷就坦言 行走只是一颗种子 听了小悠等人是相当的疑惑 那这回您还不赶紧跟M透露一下 行走到底交给您啥了 那特别是演戏方面也确实是因为行走之后 就好像我的一些天性 以前在电影学院就是学解放天性之后 去创造角色和速度角色 走了几年之后 好像这个天性真的比以前放松很多 完了之后内心也打开一些 跟朋友之间的见面 把我跟媒体朋友的见面也融洽 因为我越来越坚定的相信 我不会遇见不好的人 解放天性让性情变得更温柔 啥都不说了 15年行走 带上小悠我一起走呗 优酷全娱乐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